欢迎收听大安纪时,我是吕鹏 胖子没有打扰周海 他赶紧拍照固定发现现场的状态 不过就在转身的时候 与视线平行处的U型铁楼梯内侧面 有一块黑色三角形的皮革样片状物挂在那 随着通道内的空气流通不断的在那飘动着 胖子把相机挂在身子后边 用镊子夹起了这片黑色皮革装到物证袋里 直到摘下黑色皮革 胖子才看到原来简易铁梯子在这个位置有一处瑕疵 尖锐的金属凸起成一个锋利的尖 内侧面刮到 那就是有人自下而上的往上爬 这才刮到了这处尖锐的凸起 要不然这个位置很难被碰到 孩子你看 这是在梯子侧面发现的 周海抬头 接过物证袋看了看 这是防水围裙 对 围裙 周海 周海再度蹲下来 抬头看看井口的高度 这里距离井口至少有六米 可尸块上并没有溅上泥浆和污秽之物 那么是不是说明尸块不是丢下来的呢 如果尸块不是丢下来的 而是摆放到这个位置的 死者的头颅不过是爬梯子上去拴到那里的 这样的话 他的围裙才有可能被刮层到啊 胖子用力的点点头 是啊 不过井口外边那血迹怎么解释啊 周海摇摇头 他也无法解释 难道把人头拴住 还得打开井盖甩一甩吗 井口的血迹啊 是高速甩溅的 如果将头颅挂好之后 掀开井盖也能做到 看看井口下面 三四级金属梯子的位置 有没有什么拴过绳索的痕迹 如果有 那么说明我们最初的调查方向上 有错误 胖子快步爬上去 很快在第三四桿金属梯子的上面 发现了两根压麻的纤维 并且在井口内侧 也看到了两滴血迹 哎 孩子 找着了 这个混蛋啊 竟然真是把自己拴在这 掀开过井盖 这也太变态了吧 他要干什么呀 周海没回答 看着那堆骸骨 之前的两具尸体发现的时候 都经过了一段时间 地下水的冲刷 表面的一些碎肉和残渣呢 不好判定是剔除的 还是腐败掉的 而今真正拿着新鲜剔过的骸骨 周海更加的惊奇凶手的刀工 骨头没有被煮过 可上面只是残留了少量的肌肉碎屑 并且没有反复刮擦的痕迹 都是顺着骨骼生长的曲线 来提出骨骼的 怎么说呢 就像那种超级高档的火腿 上面的肉分毫不差的被剥离 这不是一把刀完成的 至少有凸面的有钩状的刀 不然呢 像是弓骨外科颈的位置 就无法一次性剥离 再者呢 骨头的堆放 乍一看似乎很随意 如今细细观察 发现所有骨骼都被整齐的竖着 靠在尸块的旁边 在一根细小的齿骨上 卷着一张折叠黄纸 隐约看着上面 似乎有字迹 周海拿起骨头 捏住一脚 慢慢的展开黄纸 这上面竟然画着 一些珠红色的 像字而不是字的图案 难道是符咒吗 赶紧把这张纸卷起来 装进物证袋里 那根裹着符咒的齿骨上 已经被印上了珠红色 周海啊 年纪一点搓了搓 又送到鼻子这闻了一下 非常细腻的朱纱 有闪烁的光泽 带着浓重的血腥味 看来是用血调配的朱纱 那么这个符咒 是什么意思呢 胖子再度爬下来 孩子 现在收C号死者的海骨吗 周海点了点头 先把这对四只海骨装箱 最后呢 两个人合力把尸块抬起来装箱 上面的人合力把这个箱子拽了上去 不过周海没有上去的意思 胖子有些疑惑 你想干嘛呀 周海看了看两侧的方向 往南是通向小区的 北侧是他们上次下来勘察时过来的路 咱们向南走走 既然凶手不是从这下来的 那就还有隐秘的位置下来 胖子看看前面漆黑一片 得嘞 我啊陪你过去看看去 随即转身 朝着井口上方喊了一声 我们呢 朝南走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楚梦涵有些担心 等等 我再派几个人下去 不用 你不是知道下水的方向吗 这时候啊 周海也说了 跟着我们的速度 我们随时对讲联系 如果遇到可疑的竖警 会告诉你的 另外啊 让疯子把刚刚送上去的那张符咒拍照 然后发给南无道博士 让他查询一下 这个是什么符咒 好的 正说着小梁穿着勘茶服和水靴 爬了下来 动作还挺麻利 胖子一脸嫌弃他来争宠的模样 翻着白眼 撞了撞小梁的肩膀 你下来干嘛来了 我不怕臭 我过来给你们开路 胖子揉了揉被防毒面具 勒疼了的头顶 一脸都不开心 哎 为啥我这个烟盐闻到臭味就感到恶心的不行 你这鼻炎就一点感受没有呢 还引以为荣的 我闻不到臭味啊 周海无语的看着他们俩 招了招手 行了行了 别扯皮了 赶紧走 小梁拔腿 抄前就要跑 可刚迈出去一步 鞋子差点留在原地 摇晃了半天 终于稳住身子 胖子笑得不行了 哈哈 我告诉你啊 别搞事情 你 你又不是美女 我不会扶你的啊 小梁已经对胖子的言语免疫了 毫不在意 一弯腰 拎着水靴的边缘 将陷入淤泥的水靴拔出来 这回啊 有了经验了 踩着淤泥的边 往前走了过去 对讲机里面呢 不时传来咔嚓咔嚓的干扰声 他们知道上面的人 一直在跟着他们 连续走过了四个树井 都没有什么发现 这时候三个人身上 已经湿透了 汗水顺着头发流入眼里 三个人不时的甩动头部 对讲机中 传来楚梦寒的声音 你们到第五个树井了吗 对 我们已经看到这树井了 不过还没走过去检查呢 你们先别急着开井盖 这被挡住了 我们正在找人清理 周海一把结果对讲机 什么挡住了 啊 这儿啊 有一辆极为破旧的小池车 很大 带轱辘 不过现在轱辘都别了 堵在人行道上 井盖应该就在这个车的下面 周海眼睛一眯 楚队 不要急着拖车 看看有没有窗户 趴着看看 里面是空的 还是有东西 好 楚梦寒说了一声好 就没有声音了 三个人呢 朝着眼前这个树井靠近 这里靠近梯子的边缘 比其他地方呢 稍微干燥一些 有一些灰土堆积在这儿 形成了一个小岛 胖子把头灯对准这儿 俯身观看 哎 孩子 哎 脚印 这里竟然有脚印 不过这是水靴的脚印 嗯 反反复复地踩了很多个 都是重叠在原地的 说完 胖子赶紧贴上标尺拍照 不过这里的梯子呀 跟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那样粘密 周海抓着爬上去 不过爬到最顶端的时候 用力推了几次 井盖都纹丝不动 突然 他盯着一出 就不动了 胖子有些焦急的 在那喊周海 孩子 怎么了 周海啊 爬上那个梯子之后 突然就盯着一处不动了 胖子有些焦急的就问他 孩子 怎么了 胖子 乌正袋 小梁这时候拿着乌正袋 爬到了周海身边 他呀 顺着周海的目光一看 手上一划 差点掉下去 哎呦 周海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把他推到梯子上 付好了 拽着我腰上的安全索 小梁按照周海的吩咐 一只手臂跨过梯子 另一只 用力抓住周海腰上的安全索 周海一条腿跨到梯子上 夹紧了梯子 让自己呢 能够站直身子 这才调整头灯 把手伸入井口边上 缺损砖块的 那个地方 这时候啊 一只极为新鲜的女人的手 被掏了出来 小梁用力的闭上眼睛 咬紧牙关 他能感受到自己浑身的颤抖 这种恐惧 不是解剖尸体能感受到的 长在人身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部位 可是把它翻割下来 藏匿在这样的恐洞之中 真的是让人浑身寒毛都竖起来了 周海的动作没有停 继续在那掏着 很快 C号死者的手脚 全部着齐了 周海把物证袋扎紧了 看看胖子 距离自己高度差太大 怕扔下去 会污染了物证袋 随即呢 回过身来 把带子上的绳子 拴在小梁的腰上 哎呀 这一下 让小梁顿时喘不上气来了 很快 周海找到 另外那两个人 缺失的手脚 B号死者刘文的还算好 A号死者朱曼丽的手脚啊 变化比较大 由于时间比较长 已经成了干湿状了 乌黑的止骨外面 包裹着一层皮肤 变得极为纤细瘦小 就像大号的风干鸡爪似的 大家以后 再吃泡椒鸡爪 吃风干鸡爪的时候 就可以想想 是不是像朱曼丽 尸体上的手呢 小梁额头上啊 全是冷汗 如此三人的手脚 全都捆在身上 这种感觉太难挨了 这时候 胖子手中的对讲机 突然传来声音 周法医 这个车里面 似乎没什么东西 不过后面的门上 带着锁 好的 先让疯子 提取锁上的指纹 然后把锁砸开 刚刚罗法医已经提取了 不过没有完整的指纹 我现在正在砸锁 说着 一阵咣当咣当的声音传过来 然后 就是嘈杂的脚步声 紧接着井盖上 再度传来一阵 砸东西的声音 对讲再次想起来了 你们让开点啊 我们打开井盖了 一 二 三 一阵尘土飞扬 头顶照射进来一丝光亮 楚梦寒已经探紧头来 一脸的黑灰弄得脏极了 朝着几人伸出手来 没事吧 快上来 三个人陆续上去 小梁脚一粘到地面的 第一件事就是 把腰上那三个带子扯下来 疯子在一边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伸手接过带子 我说你猴截什么呀 火烧屁股了 小梁啥也不说 出来就往车子外面跑 扑通一下子坐在路边 扯下防毒面具 用力的呼吸着 周海紧随其后上来 打量了一下这个小车 看来 这儿是用来当仓库用的 直到最后胖子上来 他还是一脸懵 我说孩子 你们到底发现什么了 小梁咋吓成这个样子了 你往他身上拴东西 就跟风印了似的 一动不动 小脸煞白 没等他笑完 周海把疯子手中的三个带子 递给了胖子 胖子傻乎乎的打开一看 你们这群变态 变态 疯子耸耸肩膀 表示很无辜 干什么呀 你自己要看的 说着 疯子拎着三个带子下了车 楚梦涵 已经有些 按耐不住了 这手脚 是在下面发现的 周海点了点头 是的 就在这个井盖 侧面的一个砖洞中发现的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要将手脚藏在这 不过 显然这是凶手经常出入的地方 疯子 南教授那边回信了吗 疯子把一个平板电脑递过来 点开一个邮件 南教授认为啊 这个符咒是锁魂咒 是北方全真派道教里 几乎失传的一种符咒 据说可以拘三魂 让人不入轮回 无法超生 防止人报复 是种极为恶毒的符咒 这听着 很像是杜一路里面 渔蒙他们门派的呀 没有具体的发源地吗 陕西咸阳 这四个字一出口 周海眼光一亮 胖子在旁边 都忍不住冲过来 孩子 难道是今天早晨 你列举的 那两个小吃摊的老板 楚孟寒也凑了过来 盯着周海的眼睛 AB死者重叠的那四个熟客中的两个是吗 周海坚定的点点头 这个车厢是谁的 知道吗 一个侦察员 指着步行街的方向 就是那两个卖小吃的 据说呀 当做仓库用 物业找过他们俩很多次 就是不搬走 他们也没辙了 周海看向楚孟寒 可以请回来进行甄别了 毕竟我们手中有一份DNA 另外 申请搜查的时候 我们跟着 楚孟寒即刻开始安排 没有什么比让他抓人 能更加顺畅的事了 周海看了一眼 稍微缓过来一些的小梁 小梁 疯子 你们回中心 把刚刚提取的物证送钱 疯子 把C死者躯干尸块上 我画圈的部位 多做几次擦拭检测 读读我们的运气 另外 最后这三个袋子中的 手脚 指甲 都要提取送钱 你和小梁啊 给C死者王红 做尸检就行 我和胖子在这儿 查一下车厢 然后去昌和支队 听取审讯 你们把嫌疑人 血样送过去之后 让曾大姐 务必先进行比对 疯子知道 这是周海对自己的信任 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赶紧用力点点头 拎着箱子和物证袋 拽着小脸 煞白的梁红缸就走了 周海和胖子 扯下防毒面具 还有身上的连体勘察服 小梁留下的一个箱子里面 有他们的鞋子 俩人呢 蹲在路边 洗了洗手和脸 胖子扬起来 还在滴着水的脸 看着周海 他留下来 绝对不是单一的 等待搜查令 孩子 你想查哪啊 周海抬眼看看胖子 嘴唇微微上扬 这就算是周海的笑容了 这个看似报废的小车厢 不会无缘无故的留在这儿 对了 刚才也没问他们 井盖上有什么 为什么砸了好半天呢 不知道 咱们看看吧 周海甩甩头发 看向那个破败的车厢 这种小车呀 外观上看起来 有点像活动板房 只是在下边有一个平台 然后呢 安装了车轮 可以用人力推 也可以挂在机动车后边拖着走 东南市十年前 很多卖小吃的 都人手一个这样的小车 只是现在 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了 在这种回迁户的小区里啊 路边的人行道上 找着这么一个小车厢 还真是挺容易的 毕竟单独购买库房 价格很贵 小商小贩呢 都拿它当仓库使用 周海踩着车厢门口的一级台阶 一跨步就走了进去 车厢里很宽敞 放着几个蜂窝煤炉 还有四五个生锈的大锅 还有那一些蒸屉 都是比较陈旧的物件 车厢墙壁上 很多孔洞锈迹斑驳 看起来啊 好像随时都要散架似的 在车厢的下方 有一个正方形的门 门上带着锁 如今已经被砸碎了 散落在一边 刚刚他们急着爬上来 没仔细看过周围 如今蹲下细看 那锁头上 全部是绿锈 只有插钥匙的孔洞 完好如初 车厢一晃 胖子迈步走了上来 见周海蹲着 他也想凑过来 不过这一蹲的手肘 撞到了一个硬东西 哎呦 什么鬼啊 撞死胖爷了 周海一起身 照亮胖子腰部后面的暗处 一个圆圆的金属杆出现在那 胖子闪开身 掏出手套戴上 伸手抓住这个金属杆 用力的往外这么一拽 旁边夹缝中的一些灰尘和碎屑 全都飘了出来 不过金属杆啊 也被胖子拽了出来 嘿 这个分量 有些超出胖子的预期了 咣当一下子 另一头就掉在车厢的地板上 这竟然是一把大刀 周海脑子 过了两遍 一下子想到 卖酿皮的年轻人 切酿皮的那把大刀 模样个头和这一把 都非常的像 两个人把刀呢 抬出车厢 这才看清楚全貌 这是一把特制的大刀 两边呢 各有一个圆柱形的把手 中间的刀身呢 是一个长方形 厚度超过了一厘米 下面刀刃的中间 有一个小祸口 并且延伸到刀身上 出现了一个裂纹 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废弃的 这么沉的刀 用来切酿瓶 得多大劲啊 周海摇摇头 指着带着螺丝扣的一头说 这刀啊 应该是固定在操作台上的 只用台动一个把手 就没有这么费劲了 胖子回忆了一下 当时吃酿皮的时候 摊出当初的动作 瞪圆了眼睛 点了点头 嗯 好像是这样 两个人再度检查了一遍 这个车厢 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他们和几个侦察员 快速赶往昌河支队 一到昌河支队啊 王满就带着两个人呢 快速前往了审讯室隔壁 刘局正站在双面镜前 朝两人招了招说 哎 你们快过来 他们已经开始审讯了 两个人呢 放下箱子 放轻了步伐走过去 审讯室里 楚孟涵和一个男警官坐在北边 一个一脸蒙的中年男人 坐在审讯椅子上 摊开双手 在那便捷着 周海一眼认出来 这个人就是卖肉夹馍的 那个老板 王淑李 楚孟涵问他 十八号楼对面的那个旧车厢 是不是你的 啊 那是我和二娃子弄的 二娃子是谁 呃 就是跟我一块被带来的 呃 那个小年轻 卖酿皮的 王立民的 你们是什么关系 呃 王立民 是我一个 舒白侄子 昨天下午五点 到今天早晨 你都在哪 在干什么 我 昨天晚上 八点收的摊 回家炖肉 切菜 和面 准备今天出摊的材料啊 每天都这样 楚孟涵举起 ABC三名死者的照片 这三个人 你认识吗 王淑李 微微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认的 怎么认识的 王淑李 低下头 脸上 有些尴尬 左右手的食指 不断的 抠着审讯椅子的桌面 楚孟涵 一拍桌子 回答问题 这一下子 把胖子吓了一跳 哎哟 你娘 出美人发起雕来 还挺厉害 刘局一挑眉毛 看着胖子 孟涵报考公安大学的时候啊 是散打当年的冠军 要知道 公安大学的散打 可是不分性别的 胖子咕咚一声 咽了口口水 散打 冠军 这以后找个男朋友 上来一不开心 不就只有当杀包的份了 差不多吧 不过 你当杀包够呛 胖子脸上瞬间就垮了 为啥呀 刘局笑了笑没说话 胖子识趣的 不再追问了 关键是问了 刘局也不会说 其实胖子呀 能够感觉到 楚梦涵似乎对周海有些不一样 周海是不是喜欢他 就不知道了 反正周海对他貌似是没那份心思 凑近双面镜 接着看向审讯室内 王叔李吓坏了 腿都有点打颤 磕磕巴巴的说 呃 就 就是 呃 就是在 不行街的洗头房 和 泡脚店认识的 偶尔 偶尔去他们店里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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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我们这里有充分的证据 你们出入这几家店铺的监控 我们都调去了 证据充分 我给你普及一下啊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 卖银嫖娼的 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清洁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这样 还认为你是在玩吗 王叔李脸色白了两分 摇摇头 不敢说话 楚梦涵起身走到他身边 用笔 敲击着桌子 最近 你见过他们吗 王叔李摇摇头 半个多月以前 我找过阿文去我家 对了 昨天晚上 我买啤酒的时候 看见小红来着 闲聊了几句 然后我就回家了 我买啤酒的小票 还在钱包里呢 楚梦涵朝旁边的同事 使了一个眼色 他过去 打开王叔李的钱包 果然在里面 找到一张购物小票 裹在一堆零钱里边 楚梦涵又问了一些问题 挥挥手 让人把王叔李带下去了 一会儿会去你家搜查 我们也会核实你 刚刚所说的话 王叔李没在说什么 跟着那警员就走了 紧接着王立民 被带了进来 这人两只眼睛到处看 带着惊恐和不安 刚一坐好 楚梦涵就开始询问 王立民呢 倒是挺配合 姓名 王立民 年龄 年龄 二十五了 老家哪里的 陕西咸阳 什么时候和谁来东南的 我是六年前 和我二叔王叔李来这儿的 他在东南打过工 说这儿钱好赚 所以我们过来了 他没家人吗 有啊 有个闺女 在东南大学读书 这三个人 你认识吗 楚梦涵突然就举起了手中的三张照片 王立民 没有准备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认 认识 有人指认 你是他们的熟客 王立民一脸恍然大悟 看着楚梦涵 曼丽姐和刘文 我比较熟 那个小红不太熟悉 你们是茶嫖娼吗 楚梦涵没想到 王立民能如此的坦诚 不过既然误会了 那就按照这个问下去吧 你上次见到朱曼丽 是什么时间的 有些日子没见着了 听说最近给他弟弟张罗婚事 所以一直没见着过 我最近都是去东街的洗头房玩 不过听说刘文身体不好 去做了小手术 我们就吃了一顿饭而已 不会这都要查吧 楚梦涵用手中的笔敲敲桌子 好好回答问题 瞎嘟囔什么呀 王立民蔫了 老老实实的坐在那 不再声张了 昨天下午五点之后 你都干什么了 五点 昨天晚上买卖好 收摊已经很晚了 我们没看具体时间 我的摊啊 都是二叔帮我收的 我急着回家 看女排的试景赛 楚梦涵毫无停顿的 顺着话接着问 是哪两个国家比赛呢 王立民跟楚梦涵说呀 他呢 昨天晚上急着回家 看女排的试景赛了 楚梦涵毫无停顿的 顺着话就问他 哪两个国家比赛呢 就女排试景赛的副赛 中国队多米尼加 不过这场比赛啊 看着是真气人呢 王立民说的比较兴奋 想要抬手 可是一动 手腕被靠在椅子上 瞬间就收敛了自己的动作 楚梦涵站起身来 转到隔壁找刘局 这两个人 看着都不像 有作案动机的样子 一时间呢 他失去了方向 周海泽目不转睛的 盯着王立民 这个人的口吻 不像是一个有很深 诚服的人 刚刚说的那场比赛 他用手机摆渡了一下 确实是事实 一个生意不错 顺风顺水的人 有什么动机 连杀三个洗头妹呢 楚梦涵呢 跟刘局商量了一会儿 决定等等比对结果 就在这时候 胖子的电话响了 一看 是小梁赶紧用免提 就接通过来 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 嗯 王立民的DNA 与朱曼丽家卫生间 直楼中 搜出来的那个未知男性 完全相符 楚梦涵一钻拳头 这在毫无证据的当下 算是最好的消息了 太好了 周海也接过胖子的电话 曾大姐只是比对了那份米青子的DNA是吗 对啊 周海挂断电话 回身看着刘局他们 既然现在高度怀疑他们两个 我们能不能申请搜查令了 仅凭这份相同的DNA太过单薄 只能证明王立民去过A死者朱曼丽的家 而我们要找到凶器 楚梦涵收起笑容 他知道周海说的完全对 要是这样 报送检察院 纯属等着让律师咬死的节奏 已经申请了 我去催催 正好带着嫌疑人过去 说着 楚梦涵转身去安排 刘局看着一脸沉思状的周海 关切的说 周法爷 你怎么了 语言又止的样子 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刘局啊 去现场看看吧 既然DNA对上了 可直觉告诉我王立民不是凶手 算了 不说了 不能以我的主观判断 影响案情调查 过了没一会儿 楚梦涵拿着搜查令回来了 刘局看了一眼手表 这样 我一会儿啊 还有个会 你们呢 先调查着 务必死丁这个案子 市里很重视 接连死了三个人 影响也非常不好 昨天有个记者 在周边晃悠 差点把照片捅出去 我们按得住一时 时间长了 还是压不住的 毕竟步行街的人员往来太频繁了 所以抓紧破案 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楚梦涵正重的朝着刘局 敬了一个礼 这算是一种保证吧 他们几个人呢 拿着搜查令 火速赶往广平花园 胖子抱着车上的一包蛋黄牌 在那儿砍着 因为没有水 噎得够呛 摆脱了饥饿感之后 这才侧过头来 问周海 孩子 你怀疑是谁啊 不知道 不过 绝对不是王立民 他要么是个戏精 要么是个真傻子 那画牢的样子呀 绝对没有凶手的心思缜密 所以杀人的事 他干不出来 胖子一手擦着汗 一手扇动着衣服 一共就四个熟客 难道是那两个 胖子摇晃着脖子 手呢 搓着下巴 这回周海没说话 一定要看到他们的家 才能进行分析 无论怎样 要将这两个先排查了 刘文和王红被杀的第一现场 还没有找到 一定和凶手有关 只有找到这两个死者的第一现场和凶器 这个案件 才能完整 不知道 广平花园 是否能够揭开自己的疑惑呢 半个小时之后 等来了搜查令 首先呢 几个人来到 卖肉夹馍的王叔李家 他的家呢 位于B区 看来他这房子呀 是直接从回签户手里购买 大家呢 来到18号楼三单元 22楼 开启执法记录仪 举着搜查令 对王叔李 读了相关的规定 王叔李呢 被留在门外 这才打开房门 准备搜查 两室两厅的房子 还算宽敞 家里很整洁 完全没有单身汉的邋遢感 屋子里面的陈设 也非常的简单 厨房和餐厅 俨然成了一个小作坊 一个小点的卧室里 摆放着一个大型冰柜 还有一个对开门的保鲜柜 厨房啊 堆放着几袋子洋葱辣椒 还有两捆大葱和香菜 临近北洋台 一口硕大的铁锅 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着泡呢 整个房间里都充斥着卤肉的香味 啊 胖子扯开口罩 不断地闻着 哎 要是每回出现场都是这个味道 我能没死 如此一目了然的房间 让人看了 就感觉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周海站在客厅认真观察 胖子开始到处查看 看了一眼硕大的冰柜 周海走了过去 一掀开 里边啊 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肉 外面呢 贴着超市的购物交贴 一共是六袋子 整齐地马放在冰柜里 带子的口扎着绑带 外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日期 最边上有十来只猪腿骨 估计是为了要熬汤用的 装在一个大的铁篮子里边 冰柜的立面啊 没有厚厚的霜 看来这个王叔礼 是个爱干净的主 和尚冰柜 走到保鲜柜之前 这里呢 更是一目了然 里面有五个大盆 满满的装着洋葱碎 大葱碎 辣椒碎 香菜碎 还有一盆用纱布 包成一包包的调味料 最下面 摆着两个十公斤的 白色管口塑料桶 里面是凝固的猪油 奶白色的油脂 非常的干净 外边一样写着日期 周海不知道 他的流通量能达到多少 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呢 出了这个房间 胖子已经检查完厨房和餐厅 拎着两把沉重的菜刀走了过来 孩子 这个用带回去检测吗 你用试剂喷过了 嗯 没什么发现 周海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用带回去了 随即两个人走向主卧 床头柜上 迎面摆着一个相框 里面呢 是一个极为青春的姑娘 从背后抱着王叔里的脖子 二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种神态上的相似 无需介绍 也能猜到这是妇女俩 胖子 拍照 胖子颠颠的跑过来 把这张房间内唯一的合影拍下来 周海测身问他 王叔里多大年纪 卧室门口的王满 思索了一下 身份信息上显示 今年四十八 看着比较显老 是吧 周海微微点了点头 扫尸了一下 床上只有一套寝具 没见到他老婆 是在老家吗 这个 我们头儿没问 不过刚才那个王立民说 他二叔只有一个闺女 并没说老婆的事 要不 我去问问 不用了 一会儿出去再问吧 衣柜 床头 箱子 所有的部位都检查完 没有任何发现 胖子摇着头 看着周海 海测 没什么有价值的发现 现在去下一家吗 优优独播剧场上 身份 你还要来 帮助 帮助 队 浏